主料,压长300克,辅料,油,盐,料酒,香油,香醋,香菜,辣椒油,味精,蒜,香,食用剪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将大蒜搅成蒜蓉,香菜鲜沉沫备用,将鲜压长用精盐转揉均匀,加剪和清水拌匀,烟一到两小时,再用清水反复瓶洗去减味。 如果在超市购买的净鸭肠,可以省略这个步骤,锅内放入水,将料酒烧开,然后下鸭肠烫煮2到3分钟后起锅,放入凉水中冷却,然后待量后沥干水分,将鸭肠,盐,香油,辣椒油,味精,蒜蓉,香菜搅拌均匀即可,烹饪技巧。 1.做蒜泥内菜肴,最好不放生抽,因为生抽会长了蒜泥的味道,2.烹鸭肠的时候,一定要快,水烧开后放入,2到3分钟待水开后即可。 3.捞起来的鸭肠,放入凉水里冷却,口感更爽脆。 4.香菜,一定不能少,还可以加入炸菜丁,一起拌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4.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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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